盗墓行业只是在近代社会才不复存在,在中国古代盗墓行业一直存在,因为墓中存在着许多陪葬品,如金银财宝,名人字画等,三国头号盗墓贼可以说是曹操,曹操将在墓中盗取的金银用作军事资金,这也是为什么曹操刚刚起兵之时,有足够的军需物资,因此古往今来,有许多的盗墓者不惜有损应得,也要将发现的古墓打开,以此获取丰厚的葬品, 也就造成了很多的古墓破坏得很严重,然而在现今四川发现了一座雪墓,这座雪墓历经千年,却从来未被盗 那么这座雪墓的墓主人是谁呢?银河没有被盗呢?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这座雪墓的墓主人,就是与诸葛亮齐名的庞统,庞统在三国之中算得上一个顶级的谋士,但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根据三国演绎,所描写庞统死在洛凤坡 当时一周刘章为了解决自己的死对头,刘章邀请刘备入住一周,应盛情款待了刘备,希望刘备能平定汉中的张鲁,然刘备也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刘备的目的就是取得西川之地 刘备的消极表现刘章看在眼里,于是就不给刘备提供军马粮草双方就此翻脸,但刘备还没有出兵刘章适合的理由 因为演绎中的刘备毕竟仁德之名在外,现在为了一些粮草和刘章大大出手,这就有损自己的名声了 身为军师的庞统看出了刘备的心思,就主动作为刘备军队的前锋前往洛凤坡,最终被刘章手下的张人射杀,刘备因此也有了对刘章出手的借口 至于庞统就被刘备埋葬在洛凤坡,以上根据演绎的描述,庞统的墓是在洛凤坡 在现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白马关乡,庞统与诸葛亮齐名,并成为卧龙凤雏,甚至有着得医者的天下的美誉 但是最终这也只是传说而已,虽然刘备得到了两者,但是却并没有一统天下,而庞统最终也死在了洛凤坡 一代名士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实在凄惨之际,庞统死后,刘备伤心至极,将庞统后葬在了白马关 庞统虽然名气极大,但是在死后带来的并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一场灾难 因为盗墓贼们都盯上了庞统的墓,想着这位刘备的宠臣,死后墓中肯定藏着什么宝物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虽然盯着看的人比较多,但是却并没有人选择盗墓 庞统墓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雪墓,当然并不是雪墓这个名称吓唬住了盗墓贼 因为比雪墓更吓人的名号还是有许多的,比如说什么九层妖塔之类的 而且更有的是家诅咒,比如盗墓者死,或者是盗墓贼毕断子绝孙 但是历史证明,这些方法并不管用,雪墓听着圣人 其实因为并不是庞统的真身墓,里面埋着的是庞统的衣冠种 因为里面的衣服曾经沾染过庞统的血迹,所以后人就给了雪墓的称号 但是也正因为雪墓这个名称,让这个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盗 因为盗墓在古代一直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历朝历代对于盗墓贼都是严厉打击的 所以盗墓贼每次在动手的时候,都要先考虑一下是否值得动手 因为如果费了很大的力气,进去以后就挖出了几件带血的烂衣服 而且还不能拿出去卖,肯定是不值当的 另一点则是庞统的雪墓位置特殊 不在荒郊野外,在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村庄 在村庄周围选择盗墓,风险极高 万一不小心被当地的村民给发现了,然后扭送官府 可能带来的就是沙头大罪了事 所以即便诱惑再大,盗墓贼都不愿意去动手 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太大 很多人都误解为先有落凤坡这个地名,再有庞统战死于此 甚至于明代的地理著作,广于智,都收录了这样的说法 这事必须要加以澄清的 至于是因为庞统道号凤楚 所以命丧落凤坡是天意的说法,则更是一种民间传说了 落凤坡这个地名是三国之后才有的 在三国演义中 有凤楚卧龙,得以可安天下的说法 在这种说法的渲染下 彭统和诸葛亮在大家的印象里是水平相当的人物 那么正史上的彭统,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事实上,正史中也是有卧龙凤楚的说法的 这个说法来自于《襄阳记》 是庞德宫对当时襄阳世人的一个评语诸葛孔明为卧龙 庞世人为凤楚 司马德操为水晋 三国演义里,就是司马辉给刘备推荐的诸葛亮和庞统 而在《三国志》里,真正的推荐人却是徐述 而徐述指推荐了诸葛亮一人 《三国志》,诸葛亮传 《石仙主屯心也》 徐述见仙主,仙主弃之 为仙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起源见之乎 所以庞统有才能不假 但是当时的人是不是都认为他和诸葛亮可以相提并论 这实在值得商榷 而又根据《三国志》《庞统法正传》的记载 刘备最开始并不觉得庞统具有很大的才能 所以也没有重用庞统 这里插一个题外话 关于庞统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 就是庞统是因为长得丑而不被刘备重用 这个在证史中也是没有依据的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庞统的长相 更没有说过他长得丑 这个是必须替庞统变巫的 仙主领荆州 同义从事首垒扬令 在线不治 免官 刘备只给了庞统一个县令的小职务 而且因为庞统干得不好 还被免官了 庞统真正被刘备所重视 是在鲁肃和诸葛亮推荐了他之后 无将鲁肃肃以仙主书约 彭氏原非百里才也 实处至忠 别价之刃 时当斩其祭祖尔 诸葛亮一言之于仙主 仙主见语善谈 大气之 以为至忠从事 清代亚于诸葛亮 遂与亮并为君士中郎将 鲁肃写信 诸葛亮禁言 这个时候庞统的地位 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但是依然亚于诸葛亮 魏智 刘表传 祝尹 父子 也提到 傅迅目庞统为半英雄 统碎父刘备 见代赐于诸葛亮 这里傅迅说庞统是半英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史书中也没有记载 但是两部史书都一致提到 赐于诸葛亮 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年刘备夺得荆州后 准备一举征服地势险妖的四川 就这样重任落到了庞统身上 庞统跟随刘备率军 行进在四川的大道上 而他所骑的马 正是刘备的坐骑 他决定身先士卒 率领部队攻城 然而就这样 潜伏在暗处的敌军 将庞统误认为是刘备 率军射杀了庞统 最终庞统被刘剑射杀而亡 庞统丧命之后 身上全是鲜血 于是刘备命人 为庞统在此修建了一座古墓 并且将庞统的衣物 全部放在了里面 因此称之为泄墓 这座古墓 纯粹是为了纪念庞统而修建 墓中没有一件陪葬品 所以对于盗墓贼来说 挖掘这座古墓 纯粹是白费力气 至于庞统真正的墓 则在德阳市的白马关 受当地部门的妥善保护 刘备修建好庞统词后 期间多次惨遭破坏 随着庞统的英雄事迹 被后人知晓 庞统词多次得到了修缮 如今现存的庞统词 正是在清朝康新年间所修建的 古往今来 许多人前来祭拜 并留下诗句 在庞统词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两株古墓 距今已有1700多年 据说由张飞亲手所执 气势壮观 这座古墓由刘备亲自挑选 是一块风水宝地 如今已成为四川著名的旅游景点 每到到此的游客络绎不绝 庞统词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庙会 据说是在庞统的生日当天 综上所述 这座千年古人的墓主人就是庞统 至于未曾被盗的原因 是因为太寒酸了 令盗墓者都放弃了 正因为如此 这座古墓才得以保存 虽然庞统墓很寒酸 但对我们认识 了解三国文化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大家有条件的 可以前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白马观乡 去对这座千年的古墓一探究竟 去感受一下三国的文化 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 感谢您阅读 赞赏与分享本文 感恩您点点订阅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 请积极参与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